中央之前分配到地方的三批莫德纳疫苗 即将在七月底还有八月初要分批到期了 不过统计一下全台现在呢 各地方大概还剩下七万多剂的莫德纳是打不完的 所以昨天呢在记者会上中央就说了 会把这些疫苗重新再回收做分配 不过其实医师就担心到了 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对于品质造成一些影响 那不如就省去中央回收这个过程 直接交由地方来做处理可能是最快的 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想要打莫德纳的民众不是少数 所以如果你能够把它用不管是残疾的方式 或者是说随机分配到各里各区的方式 这个应该它能够被马上消耗库存的机会是会很大的 可能一两天就能够把这些库存全部消耗掉了 可是如果你一直压压到最后一天 那反而到时候你保管的人压力很大 连被打的人都可能会质疑疫苗的效期 那这时候即使我们在第一线在看的意思 可能到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说你这个疫苗打了 如果真的出现一些副作用 那这些是不是因为跟过期有关 还是这个极其品的关系 还是是跟这个疫苗本身产生的副作用有关 我想这个也会造成我们在区别上会有一定的困难度 好可以听到医师说呢 因为其实疫苗在解冻运送的过程当中 多少都会对品质造成一些影响 那尤其是中央现在重新在统筹回收之后 中间可能跟地方交涉来来回回 又耗掉了几天的时间 那这对于疫苗到过期之前要打完 其实是有更大的压力在的 那不如就是让民众可以向预约残疾的方式 直接来登记 或者是地方政府直接将这些疫苗随机分配到一些接种站 让民众来自己选择 因为他说的其实民众想要打莫德纳的人还是很多的 所以如果直接交由地方来做处理的话 相信一两天之内 大概就可以把这些莫德纳通通都打完